MING PAO TORONTO Hi 大家好 我是一生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款 WONDERCORE GENIUS 健身工具箱 它又被稱之為最迷你健身房 為什麼咧 你看喔 一個這麼小 如背包大小 裝載10種經典的健身器材 然後透過我們結構的設計 可以組裝多種像健身房等級的訓練器材 然後它又可以隨身帶著走 所以又被稱之為帶著走的健身房 今年2019年它融獲了 德國紅點設計裡面的產品設計獎 有獲選的韓國綜藝節目 真正的男人最佳的運動健身器材 好的 我們現在直接來開箱 首先呢 你會看到兩個物件 一個是產品說明書 一個是產品的服務保證書 即是旋轉盤 我們的平衡座 中心管 我們兩隻手把 盒子打開呢 會有我們的拉力繩組件 以及我們的跳繩接頭 這個可以組合式 接下來我們收納很好的平衡板 在下方 在這些盒裝的後面有一個QR Code 這個QR Code呢 能順利的幫我們開通我們的Gynis App 那我們的App裡面呢 它有很多個功能 包含了有線上的運動教練 上百隻的訓練影片 還有我們的主題是課程 以及平衡板訓練小遊戲 如果你本身有在運動的話 可以讓你做更高階一點的訓練 那你如果是初學者 或是剛想要接觸運動的話 也可以清楚的讓你知道 你該從哪裡做訓練 強化你的姿勢 然後避免你受傷 好了 說到核心訓練 就是我們的棒式訓練 我們Gynis有專門為棒式這邊 做了設計一個平衡板 那我們平衡板跟一般的平衡板不一樣 我們還有一個平衡座 你棒式正在做的時候 我們這樣裝上去是這個樣子 你正在做的時候 它還會有一個作用力 讓你左右去做一些平衡動作 除了強化你的核心之外 避免你有肌群左右失衡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做棒式訓練 最痛苦的是什麼 最痛苦的是你盯著時間看 就哇 好漫長 做那麼久才30秒 那我們的APP裡面 特別設計出平衡板的訓練遊戲 這平衡板的訓練遊戲呢 能分散你對時間的注意力 讓你focus在你的訓練上面 而達到最有效的訓練效果 除了平衡板之外 我們也設計了一款 GINES健負輪 它能快速而且簡單的組裝 那它的特點穩定平順 推出去的時候能很順的就把它拉回來 然後它左右平衡度也蠻夠的 它在我們推出去在使用的時候 不會左右晃 而造成你受傷 進入到APP之後 它會分為入門中階及進階的選項 它這個功能會依照你智能的模式 下去挑選出適合你的訓練等級 讓初學者可以避免掉你選擇錯誤的訓練等級 而造成受傷 GINES健負輪其實是一項非常吃激勵的運動器材 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甚至一些激勵不足的初學者 可能還是做不來 對 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運用到我們的平衡板 以及我們的拉力繩組件 對 構成了我們的一個輔助回彈系統 它能幫助你往回拉的拉力 來增強你的肌力不足的地方 讓你做出更正確的動作 而循序漸進的增加你的阻力 達成你訓練的目的 OK 再一次經過我們快速的拆裝 我們的健負乳骨 會變成我們的伏地挺身架 同樣的呢 你也可以觀看它的Apps來做訓練 除此之外呢 GINES的伏地挺身架 它有做一個可全的動作設計 能讓你在訓練時候 讓你的肌群有更多元的變化 如果呢 你在訓練過程中 有做到跪姿這個動作的話 我們可以拿出我們的平衡板 這個平衡板你跪在上面的時候 它可以保護你的膝蓋 避免你有破皮受傷的狀況 好的 GINES的配件 除了可以組裝成各項的運動器材之外 它本身就是一項運動器材 像我們的旋轉盤 如果放在地上的話 這就變成一個扭腰盤 站在上面的話 可以進行扭腰的一個動作 可以訓練你的下半身 它的強度不高 很適合在家裡看見事跟初學者使用 帶入拉力繩 及握把的話 它可以在上面做一個全身性的運動訓練 訓練你的全身的協調性 好的 說到拉力繩 它其實有太多太多太多的運動模式去選擇 包含了有上半身的訓練 跟下半身的訓練 還有我們手臂的訓練 GINES的拉力繩跟一般的拉力繩 差別在於說 GINES的拉力繩有一個手把 一般的拉力繩它沒有手把 在做一些拉扯的動作的時候 會做一個束縛 或是束縛我們某個區塊肌肉的動作 這個動作會造成說 你會有一些拉痕 甚至你會有血液不循環的狀態 GINES的拉力繩它附這個手把 你在出力的時候 它的力量是平均在你的手掌上面的 你在施力的時候 它的力量能完全在手上做釋放 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它這邊有一個勾槽 這兩個勾槽設計呢 你如果把拉力繩勾上去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些變化 你可以做一些擴兇的運動 或是拉背 這對我們健身者來講 這兩項動作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我們剛剛提到 它其實單品就是一個訓練器材 所以我們拉力繩結合我們的握把 它其實可以變成一個握力器 這握力器它的幫數雖然不大 但是你如果訓練主速增加的話 它其實效果跟效用一樣是非常的有用的 你現在相信這支握把是萬能的嗎 其實我跟你講它有一項功能 它也可以藉合我們的跳繩去做訓練 我們的器材裡面除了跳繩之外 其他的器材都可以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面去做一些訓練 最後呢 你如果覺得一般的訓練過程你會覺得太無聊 或是你想要做某些特定部位的強化呢 BUT 你又對其他的健身知識不足 或是你不知道該怎麼訓練呢 我們可以拿起我們的APP 切換到主題模式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個選項 燃脂的部分啊 增強肌力的部分啊 還有有氧的部分啊 然後供你做訓練使用 甚至它能把你的訓練的主速 訓練時間跟訓練的回合速 都一定把你規劃好 這種感覺就好像有一個貼身的教練 在旁邊Push你訓練這個樣子 總而言之 在我使用的這段時間內 我覺得Wondercore Genius 真的超適合 喜歡運動 想運動 但沒有空間 沒有時間 健身知識不足 又不想出門的人 因為它搭載APP 讓居家健身也能擁有專業的指導 所以 不管你有沒有運動習慣 或是想要運動的人 都很值得入手Wondercore Genius 現在呢還可以加入 Wondercore FB的粉絲團 以及社團 社團裡面有不定期的活動跟挑戰 讓我們的健身制度上 有更多的夥伴朝著我們的目標前進 好 感謝各位的收看 是不是現在很想要運動起來了呢 就讓我們用比聰明更聰明的健身方式 動起來吧 Genius Yeah